然后今天呢 不是我的四周年吗 然后其实我不是还说 发了微博 还有发了很多动态 说给大家准备了 一个神秘的礼物吗 这个COS呢 也算是神秘礼物吧 但是感觉好像 这个也不算太神秘 然后我准备了 一首 一首歌给你们 然后这首歌呢 它不是在音乐平台 同步发行的 没有今天零点发歌的 这个时间 然后这首歌呢 是我想 就是送给直播间的蘑菇们 然后一直看我直播在 支持我唱歌的你们 对 然后歌词呢 也是我想对你们讲的 希望你们喜欢 哎呀 我怎么有点激动 我怎么有点感动了 太太太神奇了 谢谢 谢唐吉的火箭 谢卉菲的半卡 神秘礼物好看 我呢也是一个 神秘礼物之一啦 然后还有一个神秘礼物呢 就是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不是说今天发 但是之后几天会发出来 然后这首歌的歌词呢 非常适合 毕业季 那其中的寓意呢 就是感谢遇见的意思 然后作为四周年的礼物 送给你们 然后我觉得 还蛮感人的一首歌吧 然后过几天会发送到平台上面 然后现在唱给你们呢 是只有在直播间看直播的 你们才能听到哦 其他的人听不到的哟 所以大家也不要录 也不用在外面发 过几天才会上线 好 那我现在唱给你们 好吧 好紧张哦 第一次唱这个歌 微笑 用最美的脸说再见 好在 从自由的去过前 别唱错了 哎呀再来一次 歌词看差了 怎么歌词在后面击排去了吗 切掉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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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 不要录啊 此刻 我要真正的感谢你 最后想拥抱却已来不及 某人一定在那里等你 所余生的事情 每天是有趣无悔的站点 回想拥抱却已来不及时 回想用最美的脸说再见 好在 从自由的去挂牵 遗憾 就不甘愿的心结 就不留心结 Oh dear my friend 不要埋怨错过的情节 没差别 从偶遇到无界的怀念 青春回味我们逐渐 抬头望天 那一片晴空为你眨眼 绽放在这乡线 守护着悠悠牛花 在幸福山土芽 好久不见 谢谢小元的超级我见 中秋快乐 谢谢指定是看不出话的超级我见 谢谢新龙的办卡 Friend 不要埋怨错过的情节 没差别 从偶遇到无解的怀念 青春回味我们逐渐 抬头望天 那一片晴空为你眨眼 绽放在这乡线 守护着悠悠年华 在幸福山土芽 多清醒在最好的年华 曾与你相遇了 这首歌呢 我觉得 最重要的就是 最后一句歌词 就是多庆幸最好的年华 曾与你相遇了 就是感谢遇到你们的意思 你们觉得好听吗 哈哈哈哈